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十二月二十九日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喜欢请记得为节目点赞 并且要订阅华尔街电视频道 今天首先为您关注到的是中欧协定相关的消息 根据南华早报独家获悉 习近平和欧盟高层领导人预计将在周三的电话交谈中 为这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投资协议扫清最后的障碍 根据多位直接了解准备工作的消息人士透露 德国总理默克尔预计将与欧洲理事会和委员会主席米歇尔 还有冯德莱恩一起参加通话 消息人士补充表示法国总统马克龙也可能出席 而欧盟消息人士则补充说 与习近平的通话是计划中的 但是目前还没有确认 欧盟希望中国领导人能够澄清有关北京承诺 批准有关强迫劳动国际公约的商订措辞 这个问题有可能会在最后一刻使得协议脱轨 同时谈判人员正在敲定市场准入的细节 而欧盟外交人士表示 我们预计协议将在本周末前准备好 据了解视频会议将试图在原则上总结协议 但是要到更晚些时候才会签署 这样的协议仍然需要得到欧洲议会的批准 而欧洲议会的一些成员已经对协议进行了攻击 批评他们所说的缺乏透明度 或者是对强迫劳动 以及对于美国关系的影响的担忧 议会中国代表团主席则表示 委员会和目前担任理事会主席国的德国 正在努力推动在年底前达成协议 但是他补充表示提议的协议实质内容仍然被笼罩在神秘迷雾之中 目前还没有向贸易委员会提供简报 而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今天则表示前景令人期待 该协议将有助于扩大欧洲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 而作为回报北京希望获得欧盟可再生能源市场份额 并支撑与欧盟的外交关系 据一位不应透露姓名的中国政府顾问表示 这笔交易将使中国在新的产业规则制定过程中获得更大影响力 中欧合作对于北京十分重要 可以对抗美国的封锁 该人士表示在国内交易有助于稳定外国投资 而在外部中国不希望看到一个反对自己联盟正式行程 有分析人士表示 协议有助于未来达成可涵盖可持续发展 劳工权利以及环境等问题的自由贸易和投资协议 专家表示协议还可以为未来的三巨头 也就是美国中国和欧盟之间的交易树立杠杆 美国已经与北京签手了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但是并不像欧盟中国协议那样涵盖市场准入和公平竞争环境等问题 也没有与欧盟达成自由贸易协议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 不管是政治还是经济 这似乎对于中欧关系都是好事 卡内基清华中心中欧关系项目主任如此表示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与阿里巴巴和马云有关的消息 根据知情人士向彭博社独家透露 马云以及蚂蚁集团有限公司现在启动了新的计划 正计划将其金融业务并入一家控股公司 该公司可能会受到更像银行类别的监管 这可能会削弱其最具盈利潜力的增长 而这些知情人士表示由于此事属于私下事务 现在还不可以正式透露姓名 而这一家金融科技巨头正计划将任何需要金融牌照的单位 都转入控股公司以等待监管部门的批准 该人士表示计划仍在讨论中可能会发生变化 而目前蚂蚁拒绝置评 有个人士表示蚂蚁希望并入控股公司的业务 包括财富管理消费贷款保险支付 而蚂蚁是其最大股东 在金融控股公司的架构下 蚂蚁的业务会受到更多的资本限制 可能会遏制其增加贷款 以及过去几年速度性扩张的能力 尽管如此这些建议表明 蚂蚁仍能在支付业务以外的金融服务领域开展业务 这平息了投资者对于如何解读央行所周日发布信息的担忧 当时央行提出蚂蚁必须回顾支付提供商的本源 专家分析表示这意味着中国仍在努力鼓励国内消费 他们需要像蚂蚁这样的平台来解决消费贷款问题 关键是消费贷款不应该过度杠杆化 消息一出软银集团上涨百分之四点五 为两周多以来涨幅最大 阿里在香港上涨百分之五点七 为十一月五日以来涨幅最大 中国监管机构还告诉蚂蚁必须要制定一项计划来整顿业务 这是控制马云的在线金融帝国一系列措施中的最新一项 虽然央行没有直接要求拆分公司 但是强调蚂蚁必须要理解整顿企业务的必要性 并尽快拿出时间表 专家表示蚂蚁的增长会放缓很多 包括财富管理和消费贷款在内的非支付业务估值 可能会被削减百分之七十五之多 蚂蚁在上个月准备公开上市 但是在监管机构干预并正式取消IPO之前估值本来超过三千亿美元 根据IPO文件 截至六月蚂蚁持有一百一十亿美元的现金和等价物 公司在十月的招呼书中表示 将一期子公司浙江金融信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来申请金融控股牌照 根据十一月生效的规则 控制至少两家跨行业金融机构的非金融企业必须要持有金融控股牌照 有关于如何监管金融控股公司规则现在仍在审议中 如果没有银行监管机构的特别批准 现在禁止公司在省内基地之外开展业务 如果获得许可则每三年必须要更新一次 同时也要求公司重新申请许可证 并且更加频繁地进行审查 有消息人士表示蚂蚁现在正计划将其数字生活方式业务 也就是食品配送邻里服务 还有酒店预定这方面的服务 从金融控股公司中剥离出来 该人士补充表示蚂蚁仍将是所有业务的母公司 目前蚂蚁还没有制定拆分公司的方案 不过正在寻求监管机构更多的指导 以确定什么样的结构是可以接受的 并根据这些反馈意见来实现其计划 在资本资金所有权等方面对他们进行更加严格的审查 而专家认为蚂蚁的估值可能会降到一千五百三十亿美元以下 与两年前一轮融资后的情况比较类似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路透社的独家报道 川普政府在周一加强了一项行政命令 禁止美国投资者购买据称是中国军方控制公司的证券 此前美国各机构对制定该指令的严厉程度存在分歧 财政部发布指导意见澄清十一月发布的行政命令 将适应于交易所交易基金以及指数基金投资者 以及被指定为中国军方拥有或控制中国公司的子公司 在路透社和其他新闻机构报道 川普政府内部对该指导意见争论不休之后 财政部网站在周一发布了一份常见问题回答 消息人士表示国务院和国防部对于财政部 淡化该行政命令的做法进行了反击 国务卿蓬佩奥在周一表示 该公告确保美国资本不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情报和安全部门的发展和现代化做出贡献 这应该会消除美国投资者 可能通过直接间接或者是其他被动投资 不知不觉地支持中国军方控制公司的担忧 蓬佩奥补充说 而中国外交部在周二则表示 中国坚决反对抹黑中国军民融合战略的做法 具体而言 现在有媒体报道表示 财政部寻求将中国公司子公司排除在白宫指令范围之外 引起了外界的不满 这样的指令禁止从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开始 新购买三十五家中国公司的证券 华盛顿方面认为这些公司得到了中国军方的支持 而在周一发布的指导意见则明确指出 禁令适用于中共军方公司的任何子公司 在该子公司被财政部公开上市之后 同时指令补充表示机构打算列出由中国军事公司拥有百分之五十 或者更多股份或受其控制的公开交易实体 财政部公开的厂前问题解答 代表了美国安全部在坚决维护与行政命令相关的强有力的资本市场制裁方面的胜利 这是此类制裁的第一步 支持遏制中国进入美国投资的前白宫官员罗杰·罗宾逊这样表示 十一月的行政命令试图为一九九年的一项法律提供支持 该法律要求国防部编制一份中国军工企业名单 而五角大楼直到今年才正式开始遵守这样的规定 迄今已经指定了三十五家公司 包括中海油还有中国顶级芯片制造商中心 自从十一月命令下达以来 指数提供商已经开始从他们的指数中踢出一些被指定的公司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香港方面的消息 香港交易所行政总裁李小佳即将离职之际 彭博新闻林书消息人士表示 近年来为港交所争取多家中资到港上市的李小佳 在合约尚有一年而提早挂关 其实是因为他与主席史美伦之间的关系紧张 李小佳任职港交所行政总裁余下只有两天 而彭博引述消息人士的消息说 他随心所欲的作风与史美伦中间出现了冲突 也没有能够及时就重要的事项来知会董事会 港交所至今为止仍然没有寻得合适的人选来出任正式的行政总裁 史美伦与北京以及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关系良好 希望新接任的人可以有很强的国际背景 同时也希望与中国有良好关系 可以让交易所角色符合北京利益 避免与内地交易所竞争 李小佳在早些时候接受彭博访问时表示 行政总裁一直对于中港之间的冲突做出指导 同时也需要冒险 需要在香港金融中心地位受到质疑时 保持全球投资者的信心 实际上李小佳在去年就曾经说 香港的社会运动暴露了一国两制的缺陷 同时他需为有关言论进行道歉 李小佳任内最具争议性的改革 就是通过上市公司同股不同权的待遇 在这样的新措施下 港交所吸引了包括小米还有阿里巴巴等公司到香港上市 在正式继任人方面 苹果日报曾经报道 港交所目前正在考虑的包括联席总裁以及首席应允总监 代志兼香港交易所的主管姚佳人 还有汇丰亚太区环球银行联席主席刘哲宁 摩根大通前董事总经理翟普等 再要为您关注的是军事情报有关的消息 根据来自南华早报的独家报道 有一位接近日美高层的人士在周一透露 日本去年向美国和英国提供了情报 显示中国强行拘禁穆斯林少数民族的证据 条件使这消息来源保密 消息人士表示根据这些信息 美国加强了对于中国镇压维吾尔族人的批评 此据表明在政府内部呼吁加入五眼情报共享联盟 以更好的应对朝鲜和中国日益增长的威胁之际 日本已经在幕后与合作伙伴共享关键情报 这样的情报网络涉及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新西兰还有美国五国 英国与美国现在一起就北京镇压维吾尔族人的事情 已经向中国政府施压 日本在公开只表示密切关注局势 在今年一月由一位美国政府的消息人士形容日本几乎是第六只眼 因为该国的情报组织试图通过与其他合作伙伴合作 密切关注朝鲜以及中国的各种活动 消息人士表示日本与中国和朝鲜的距离很近 而且有能力通过卫星和信号情报来收集相关数据 日本寻求在不伤害其安全盟友美国的关系下 与作为最大贸易伙伴的中国保持友好关系 鉴于东京与北京的关系一直在改善 东京现在正在为二零二零年春季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国边访问被推迟后的第二种计划来做准备 而美国总统川普政府对于北京涉嫌侵犯维吾尔族人权行为实施了一系列制裁 比如对于中国官员的签证限制加剧了双边紧张关系 而日本现在处于两难境地 公开表态以及私下情况多有不一致 美国的副总统彭斯在二零一九年七月 在华盛顿曾经发表演讲 严厉批评中国 说中共将包括维吾尔族人在内的一百多万穆斯林人 拒禁在拘留营中 在那里仍受着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的洗脑 在本月初欧洲议会又通过决议谴责中国在新疆的行动 敦促欧盟领导人制裁相关官员 而中国方面则一直声称西方国家的批评是对内政的干涉 最后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中共人事方面的消息 一起来看到来自星岛日报的报道 星岛日报此前曾经透露前浙江省委书记车军的弟弟 安徽政法系的实权人物车舰军落马 而在十二月二十四日安徽省人大常委和会议 免去了车舰军来担任人大监察还有司法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的职务 间接证实了这样的消息 巧合是车军本人在本月二十五日则获任命为 中国人大监察和司法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文章介绍五十八岁的车舰军曾经担任安徽纪委秘书长 副书记省政法委副书记省政府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办公室 主任还曾经兼任省扫黑楚俄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副组长 今年七月一日突然转任省人大的闲职 而新京报旗下的媒体则报道 车舰军被免职的消息也指出他任职不到半年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的全部内容 希望您喜欢并继续关注华尔街电视的其他节目 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十月二十九日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喜欢请记得为节目点赞 并且要订阅华尔街电视频道 今天要为您着重介绍到的是来自华尔街日报的独家报道 中国现在正在准备聚焦收缩马云的商业帝国 国家可能会在这一位亿万富翁的企业中占有更大的股份 根据中国官员以及熟悉此事的政府顾问表示 中国政府正在寻求缩小马云科技和金融帝国的范围 有可能寻求在他的业务中获得更大的份额 监管机构加强对日益增长的科技领域监督 将目标锁定在了这一位亿万富翁身上 文章介绍根据中国金融监管机构本周所制定的重组路线图 金融科技巨头蚂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将回归到类似于PayPal控股的在线支付服务提供商本源 而其盈利能力更强的投资和贷款业务将被缩减 以央行为首的监管机构还下令蚂蚁组建一家独立的金融控股公司 该公司将受到适用于银行的那一种资本要求约束 官员和顾问表示 这可能为大型国有银行或者是其他类型的政府控制实体收购公司打开了一扇门 以帮助加强其资本基础 中国的国家养老基金国家开发银行 还有中国国际金融公司 都已经是蚂蚁的投资者 马云此前是中国首富 他所创立的两家公司 蚂蚁金服以及其电子商务关联公司阿里巴巴集团控股 帮助定义了中国的新经济 他们的业务涵盖了支付服务 在线零售云计算 财富管理和各种贷款 另外阿里巴巴现在正面临着一项反垄断调查 这也可能会导致企业务和资产剥离的全面改革 监管蚂蚁还有阿里巴巴的中国人民银行 还有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现在没有回应置评请求 在针对马云的过程中 中国领导人也面临着艰难的平衡 既要试图控制像他这样的企业家 同时又不伤害帮助中国科技技术举起的创新精神 中国最高机构中国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的一位顾问表示 毫无疑问现在的目的就是为了控制马云 就像给马带上了缰绳 很难高估马云的公司在中国经济中所发挥的作用 蚂蚁还有阿里巴巴 让数以亿计的中国消费者和企业可以轻松在指尖进行购买存款执行和各种贷款工作 由于直到最近才收益于相对较轻的监管力度突然收紧 马云的公司已经开始挑战国有部门在银行和理财等领域的主导地位 而放任资留的日子已经结束 当局最近几个月承诺加强对于规模和影响力不断扩大的互联网行业的监管 虽然其他的一些公司也在接受审查 包括流行的社交媒体应用的运营商腾讯控股 还有轿车公司滴滴出行等 但是监管机构目前的注意力就是集中在马云和他的公司上 马云为人高调直言不讳 长期以来一直与监管发生冲突 尤其是中国人民银行的监管机构 他们对于这个庞大的帝国心存戒备 担心其肆意妄为 并且试图增加限制 十月底的时候 马云公开批评习近平的标志性风险管控举措 同时也抨击监管机构扼杀了创新 而马云与监管的紧张关系 在他作为控股股东的蚂蚁集团上市的前几天的一次演讲中达到了顶点 根据一位了解监管进程的人士表示 在演讲之前 习近平本人几乎没有关注蚂蚁的上市计划 该人士表示多亏了蚂蚁本人IPO才被习近平关注 马云对于监管机构的攻击很快就取得了反效果 这导致习近平亲自叫停了这一有望成为有史以来最大首次公开募股的活动 按照原来的方案 蚂蚁的估值将超过三千亿美元 同时习近平指示监管机构调查马云帝国所带来的风险 而此后中国的市场以及金融监管机构纷纷开始行动 官员们尤其关注蚂蚁如何利用其支付宝支付应用可以驾驭的大数据 并且鼓励银行与该公司合作进行消费和小企业贷款 蚂蚁只为一小部分贷款来提供资金 大部分资金来自银行 这就使得银行承担了大部分的信用风险 而马云与北京之战从此拉开帷幕 十一月三日的时候 蚂蚁创始人马云遭到了监管部门的反击 十一月十二日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废止了蚂蚁的IPO 十二月二十日马云向蚂蚁提出了安抚建议 让中国监管机构进入集团并进行相关的调查 而在十二月二十四日中国反垄断调查聚焦供应商表示阿里巴巴施压不当违法 而在十二月二十四日阿里巴巴和蚂蚁面临着中国监管机构的正式进驻和打压 在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国方面要求蚂蚁集团重新聚焦其支付业务主业 即使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有权力的领导人习近平 也面临着一个重要的问题 就是他的政府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钳制住蚂蚁的帝国 其中最重要的是避免要让人觉得在私营部门被认为正在输给国有企业的时候 对于中国企业家的创新精神造成更大的打击 此外领导层也担心国际投资者的反弹 这个时候北京希望抵御人们对其市场改革承诺的质疑 并希望可以培育更多像阿里巴巴这样能够与美国同行竞争的本土企业 这些官员表示为了消除对于国家过度干预的担忧 当局选择了一位具有亲市场声誉的央行副行长 在本周公开的问答声明中详细介绍了对于蚂蚁的行动 这就是喷工盛 他在调任中国人民银行之前曾经负责监管中国最大的两家国有银行的股票销售 他敦促蚂蚁根据市场和法律原则对其业务进行整改 但是根据央行在周日发表的说法 喷工盛还强调了该公司将企业发展融入国家整体 而马云在周日的一份声明中则表示 将遵守监管要求并未有序整改制定计划和时间表 在十一月与监管机构的一次会议上 马云提出了让政府只要国家需要就可以拿下蚂蚁任何平台这样的说法 这显然是为了挽回他与北京的关系 自从十月份的讲话之后 马云就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 而与此同时中国市场监管机构在上周对拥有蚂蚁三分之一股权的阿里巴巴展开了反垄断调查 指控公司利用其市场支配地位向商家施压 要求他们只在其平台上销售 也就是所谓的二选一 官员们还担心阿里巴巴对于传统实体销售商的威胁 说我们已经收到了很多关于阿里巴巴挤压小对手的投诉 其互联网平台抢走了其他人的生意 有一位了解调查情况的监管官员这样表示 而华尔街日报引述了在北京拥有一家笔记本电脑店的一位人 这位姓王的先生说他已经感到了压力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在阿里巴巴旗下的在线购物网站淘宝网 还有另外一家大型电商京东网上购物 王先生的店铺销售额稳步下降 而他表示现在大多数买家来到我的商店就是为了试用笔记本电脑和拍照 他已经经营了十七年的这一家商店 现在入不敷出 他表示他们会离开商店 然后选择在网上购买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的全部内容 希望你喜欢并继续关注华尔街电视的其他节目 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十二月二十九日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喜欢请记得为节目点赞并且要订阅我们的频道 今天首先为您关注到的是美国政治方面的消息 此前川普总统要求将轻寄次级付款提高到每人两千美元的要求 得到了民主党领导的众议院的批准 但是在共和党领导的参议院全面临艰难 党派领导人现在在保守的正统观念 以及共和党选民对于川普的忠诚要求 以及他们希望赢得一月五日在佐治亚州举行的关键参议院设计 选举之间徘徊 在周二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查克舒默 呼吁大家一致同意 将已批准的六百美元预付款提高到两千美元 但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代表共和党人反对阻止了这样的要求 此前川普总统将九千亿美元的冠状病毒救助法案搁置了六天 在该法案以压倒性的优势通过国会后 他抱怨六百美元资金太少 最终闪烁其词并签署它 但是总统说他这样做是有条件的 就是参议院将启动投票程序 将支票增加到两千美元废除第二百三十条 并开始调查选民欺诈 川普总统在一份声明中这样表示 而民主党人很快就接受了有关于他两千美元付款的呼吁 把球踢给了麦康奈尔 下周二面对选民的两位左支亚洲共和党议员凯利洛夫勒以及大卫帕杜 面临民主党对手的压力 要求他们支持两千美元支票 在犹豫之后两位共和党人在周二在推特上面表示 他们支持增加到两千美元 对于这样的两位保守派议员来说 这是不舒服的地方 他们在竞选中大力反对向社会主义低头 而新的立场似乎是撇开了他们对于国家债务的抱怨 因为直接支付的提升将增加将近四千六百亿美元的赤字 而这是在川普总统定于周一 也就是大选前一天 在亚特兰大附近为他们举行集会的前几天 而在一月六日将进入大选最后一个阶段国会投票 他们的民主党对手则猛烈抨击 指责共和党人处于政治上的权益之计而转移立场 其中有一位竞争对手表示 洛夫勒一直没有参加疫情的救济工作 在导致九千亿美元方案漫长而艰苦的谈判中 共和党人一直抵制更多的直接付款支票 但是最终接受了每个合国美国人六百美元的水平 这是三月份法案金额的一半 在失业率居高不下之际 数百万美国人在流行病 挣扎着支付房租以及购买食物 刺激付款很受欢迎 而直接拒绝他们将使得共和党感到痛苦 并可能在佐治亚州第二轮选举中伤害他们 而这将决定哪个党控制参议院 而麦康奈尔在周二暗示了一条出路 他将川普的要求描述为相互联系 表明他可能会在同一个方案中一起推荐三项要求 迫使民主党人要么是一起批准一个混合政策 要么把三项要求全部击毙 本周参议院将开始程序将三个优先事项集中起来 虽然麦康奈尔没有具体说明这些条款 但是将两千美元的支付与其他两个有争议的问题结合起来 可能会使其通过的可能性降低 如何处理第二百三十条 这是影响社交媒体公司互联网责任法的间歇 这样的问题使得立法者产生了分歧 而任何支持川普有关于广泛选举欺诈的说法 很有可能会被民主党人视为毒丸 这样的方案可能会被精心设计 以吸引共和党人的支持 也使得两位议员能够继续投票支持两千美元的付款 同时又使得支持票数达不到参议院所需的六十票 川普总统在对麦康奈尔在周二提出了反对意见后继续加大压力 表示拒绝通过两千美元的付款 对于共和党人来说无疑于求死 而舒默则表示保证在本周国会提高支付额度的唯一方法 就是对法案进行投票 法案在周一在二百三十一名民主党人 还有四十四位共和党人的支持下 获得了众议院的通过 同样在周二麦康奈尔表示 参议院将投票重新决定一项被川普总统否决的重大军事授权法案 这将为周一众议院达到所需三分之二门槛后 首次推翻总统令奠定基础 但是这样的计划也有复杂点 参议员桑德斯威胁要推迟国防法案 除非先对两千美元付款进行投票 而这样的举动可能会迫使两位共和党议员在竞选 或者是留在华盛顿障碍之间来做出选择 如果麦康奈尔不同意 就向我们的人民提供两千美元的直接付款进行表决 而是国会求不回家过年 桑德斯这样表示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南华早报的最新消息 中国原来安全沙皇周永康的儿媳妇 现在公开呼吁习近平宽大处理 允许他返回美国 黄婉在十五岁时移民美国 在地方法院命令他在周四前离开后 他在北京的家面临着被驱逐的命运 他表示虽然我是美国公民 但是却面临着在中国的种种限制 不能够离开这个国家 我无处求助 黄婉信尼四十九岁 他在一封公开信中这样写道 而我的父母现在已经快八十岁了 我已经和他们分开七年没有见面了 他表示我愿意放弃我在中国的一切 只想回到我父母生活的美国 在周永康被任命成为中国最强大的安全官员之前 他的仕途一直在中国官场内 根据后来的官方判决 他被指控受贿滥用职权 故意泄露国家机密 法院下令没收他的所有资产 与前重庆中共党魁薄熙来一级 周永康是自二零一二年习近平上台以来 因为贪腐被拿下的高官之一 虽然黄婉没有被正式起诉与周永康有关 但是他先是在二零一三年底被拘留 然后被拘所监视近一年 之后又在湖北的看守所待了十八个月 然后被判处三年缓刑 接受社区监督 缓刑刑期满后 黄婉想带着女儿离开中国 但是北京朝阳区法院阻止他离开 说他在美国卷入了一起与母亲有关的民事案件 根据黄婉的说法 他没有办法解决这起民事案件 因为他所有的资产都已经被中国法院冻结 与丈夫的贪腐案有关 根据官方判决周永康的长子周斌一位伙同附近等人受贿二点二二亿元人民币被判十八年 因为我的母亲是被告 他表示十八个月来一直没有开庭也没有审判 但是我还是仍不能离开 他表示他最后一次见到周斌是在十月份 但是不愿意讨论周斌的判决条件 他说现在正面临着无家可归的命运 湖北宜昌的法院正在执行与案件有关的命令 他表示我在十二月二十一日受到宜昌法院的通知 给我十天的时间离开家 他表示法院拒绝向他出示案件中有关扣押他财产的文件 他同时表示美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曾经试图帮助他解决困难 但是他也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 他表示我现在已经收拾好东西 但是我不知道自己应该去哪里 而美国大使馆在周二没有回应南华早报的置评请求 周斌案的上诉律师表示 如果周边是案件的当事人 他应该被传唤为共同被告或证人 但是这两种情况都没有发生 他表示法院的这种执行方式是违反法律规定的 如果法院要把黄婉赶出家门没收他的所有财产 那么为什么不让他回美国呢 他表示当局担心与周边结婚二十五年的黄婉 如果离开中国就会泄露敏感信息 而在中国他根本没有言论自由 律师这样表示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的全部内容 希望您喜欢并继续关注华尔街电视的其他节目 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十二月二十九日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喜欢请记得为节目点赞 并且要订阅我们的频道 今天首先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外交政策的最新报道 美国政策界已经产生了不乏与中国竞争的策略 由于对美国长期以来的接触政策 未能将北京变成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 现在美国各界越来越感到沮丧 而川普政府与华盛顿政策界的两党交叉部分 一起改变了策略 他们的竞争策略愿意向北京施加压力 限制经济交往 容忍更大的双边摩擦 并且对于中国进行回击 同时更积极地维护美国的利益 但是人们经常指出竞争本身并不是目的 那么竞争战略到底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呢 文章作者认为华盛顿在塑造中国国际行为方面 基本目标其实没有变 即使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发生了变化 这一点很少得到承认 部分原因是他不大符合对华鹰派或者是鸽派的说法 除了遏制中国的侵略 还有维持其在地区的战略地位之外 美国仍在试图将中国塑造成国际社会中一个遵守规则 维持制度的成员 换句话说继续寻求将中国塑造成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 而正如罗伯特索利克在十五年前著名的话 那些认为负责任利益攸关方已经死亡的人 夸大了华盛顿地区出现的变化 可以肯定的是今天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利益攸关方的愿景 并不那么美好 没有人期待北京可以完全停止不光彩的政权 而华盛顿方面也没有动力培养一种经济上的独立性 但是正如索利克此前所概述的那样 华盛顿其实仍然希望将中国塑造成为一个不仅适应国际规则 而且与我们一起努力维持国际体系 还要帮助我们应对世纪挑战的国家 似乎只要将中国转变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 这仍然是美国的根本目标 作者认为美国不仅要承认这一点 而且也要向中国和世界这样说 作者认为尽管川普政府的政策 使得美中关系走上了对抗的道路 但是二零二零年五月的对华竞争白皮书明确指出 并不是要遏制中国的发展 相反目的是迫使中国遵守负责任国家的行为规范 在政府最经常引用的规范中 佐尼克在二零五年敦促中国遵守规范 比如遵守国际协议 接受透明和问责 以及和平解决领土争端等 到现在也是一脉相承 政府已经采取行动减少美国对于中国为基础的供应链的依赖 还限制中国对于美国以及盟友的敏感经济部门有所参与 虽然这是美国政策的重要变化 但是政府也一直明确表示 其方针并不是排斥中国 相反目标是结束中国不公平的贸易行为 迫使北京保护知识产权 并且重新平衡美中经济关系 这些也都是佐利克在二零零五年的时候就阐述的目标 文章认为在追求这些目标还有其他目标的过程中 现任政府采取了对等策略 这种策略现在得到了两党的支持 通过建立一种针锋相对的态势 互惠对等旨在激励中国降低贸易投资壁垒 减少政府补贴 取消对外国记者的签证限制 并为美国外交官提供更多接触中国社会的机会 如果说川普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 将中国塑造为负责任的利益优胜方这样的目标 那么高级的官员对于一些意识形态言论的使用 则掩盖了这样的事实 比如在七月份美国的国务卿蓬佩奥宣称 中国共产党以新的暴政威胁事件 暗示中共在中国的统治是非法的 并且暗示美国必须努力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 长期以来美国对于中国政治自由化的希望 与欢迎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利益优胜方的崛起 这样的矛盾信息不安的共存着 但是很难看出这样的言辞到底有什么样的作用 其结果或许是美国对华政策的混乱表述 同时也出现了逻辑上的不连贯 作者认为虽然华盛顿更广泛的政策界 大多数人都避免了这种挑衅性的言辞 但是他们也与政府目标一致 也就是把中国塑造成一个负责任的利益优胜方 而拜登曾经表示将通过与美国盟友合作 以中国不能忽视的方式来塑造规则来对抗北京 他的目标不是减少中国进入国际体系的机会 而是确保北京保持参与并遵守规则 同时还表示将维持川普政府对于中国商品所征收的关税 将其作为杠杆以推进与川普总统类似的经济目标 而现在中国的高级领导人则公开说 美国事实上并不欢迎中国的崛起 而是试图遏制他 要说服北京不这么想很困难 但是由于这种信念肯定会加剧双边竞争 并注定了把北京塑造成一个负责任利益优胜方的可能性有所减少 所以华盛顿继续采取现在的方案 这是愚蠢的 其实不要说彻底改变中国的制度 就是原来所说的让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优胜方 也一直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原则 这很有可能会失败 作者认为谨慎起见 华盛顿应该寻求最大限度的提高成功的可能性 同时将失败的风险降到最低 这样做并不要求做出单方面的让步 也不需要相信参与国际体系可以有神奇的改造社会的力量 他只是要求美国必须严格遵守对等的逻辑 改变他向北京所提出的胡萝卜和大棒的组合和顺序 以激励建设性的行为 惩罚破坏性的行为 这也要求美国放弃使中国民主化的言论 而把重点放在迫使北京与行人道对待公民的承诺上 再要为您更知道的是来自香港明报的报道 距离中共二十大还有一年多 而中国大陆加快了省部级人事调整的步伐 文章介绍从现在为止的调整来看 基本思路还是按部就班 也就是到了年龄就退下 由本地或者是外地的省长来接任 省长职位则大多是由本地或者是外地的省委副书记来接任 国家部委首脑借铃退休 多由地方省级行政首脑接任 继任人选大部分仍在中委后補中委或者是中纪委中产生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开始有黑马 越来越多的三非也就是非中委非后補中委非中纪委人士来出任省部级政治 文章介绍在省部级调整加快的同时 二十大的中央政治局人选也开始惹人关注 从地方角度来看 目前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广东新疆六地的省市区委书记 都是政治局的当人成员 但是他们并非全是在当地入局的 部分人是在外地入局之后才调到北京 比如现任和前任的广东书记李希胡春华是在辽宁内蒙书记任上入局 才南下广东 现任上海书记李强则是在江苏书记任上入局 根据改革开放后历届政治局委员的来源统计 除了以上的六个地方之外 第一把手直接升任局委的还有内蒙西藏辽宁江苏浙江福建山东河南湖北四川陕西 但是这些地方所产生的局委除了一九八七年的杨汝黛留任四川 二零零二年的余政生留任湖北 要么是随机进京 要么是调任他地 均都属于为他人做嫁衣赏 而均乌上述地方不是人口面积大省就是地区经济强省 要么就是边疆重镇 贵州虽然现在被称为政治高地 栗战书陈敏尔都在此任职 但是他们入局时也都是别处任职 栗战书是先进京担任中办常务副主任 再作证主任入局 陈敏尔则是先调任重庆书记 然后才入局 在这样的地方中 从省级书记跳过政治局委员一级直接入常个案 只有一九九二年西藏书记胡锦涛 二零零七年上海书记习近平 还有辽宁书记李克强三个人 属于非常特别的例子 文章介绍 按照六十八岁的年龄大线 现在二十五位政治局委员以及一位中央书记处书记中 除了习近平之外 二零二二年会有十二个人到零退休 包括全国人大政府委员长还有国务院三位副总理 两位军委副主席国家监察委主任 中央政法委书记中组部长 中央统战部部长 中央外事办主任 届时出两位军委副主席必须在高级将领中产生外 其他的职位都是由留任局委或者是先入局者来瓜分 文章表示按照惯例 金户金玉岳江六地书记不会在当地连任 因此未届退休年龄的蔡奇李强李鸿忠陈敏尔陈希陈全国 如果不出局将悉数上京改任他职 而阶级他们的最热门人选是直辖市 多时由时任市长来进行顺位 而广东新疆两地则多数是外地调任 担任人很大机会是来自前述大省 或者是其他重要地区的省委书记 当然也有中央部委资深首脑空降的可能性 勤为是在一家当地的将军 或是一家里下延迫 大件马一的小独的 三家里下延迫 大件山后引起来 河野丑昨日并下延迫 像是有关一一创